就直接給他這個我自己的名字呢,在這裡可不可以,不過如果你要預設職就不能有逗點,不然的話他怎麼知道你要預設給誰 所以如果說假如你要給預設職的話,你就必須把後面的這個宣告把它去掉,變成再一行 最後如果我今天要把這一些全部把它怎麼樣呢,串在一起的話,那我就可以這邊底下就寫一行程式 最大尺寸,全部都要串在一起就對了,最大尺寸然後這個地方就給他一個常數,這個常數就是100 然後一個換行符號,換行符號在這裡我們記得喔 在VB裡面是前後都要加end,然後呢,中間空白,這個符號 接下來呢,各位有看到,空格底線 這個寫法很神奇,為什麼?其實他本來的寫法是這樣子 本來寫法是這樣一串對不對? 可是有的時候呢,我們在看程式的時候呢,他跑到那邊去的時候,再不好閱讀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程式碼要斷行的話,這個就是有的方式 這個是,不管是舊版的新版都一樣,就是空格再加一個底線 這樣子它就可以讓你的程式呢,變得比較好閱讀 然後你直接enter,它就等於是在後面接在一起 這個是這個VB裡面的一個特殊的用法 那其他再來的話呢,總和end 那你會發現喔,這邊有一個end的符號,就是連接字串的 那如果我今天要再加上一個什麼size的話 其實喔,在這裡應該是可以過啦 因為VB有一點點,還是有點彈性 但是比較好的做法是,再加一個什麼呢?轉換 轉換成什麼?轉換成字串 所以最好是在這個地方喔,前面再加什麼呢? cStream 然後把這個size,欸? size是什麼? size不用 size1 轉換 我們先這樣好了,size1,然後加size2 再加size3 這樣子加在一起的話呢,是多少? 1000嘛對不對,再加上5 再加上4 再加上3 5 4 所以說呢,1000 1000 0 不過你這個地方會有個問題,這個size是自串 對 但是你會發現喔,等一下出來結果我們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標題部分喔 第18號 第18號怎麼樣?3 所以,他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個地方 所以,他這個地方